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症状 叫做肌肉减小症 听名字都知道肌肉少了 所以你看到人特别瘦的 他就幻想这个症状 有个朋友最近跟我说 他40多岁 他瘦得很厉害 有什么办法改善呢? 所以我就为他找到这些资料 其实这个肌肉减小症 Scarcopenia 或者简称是小肌症 是根本上多数老人家才有的 不过如果是特别情形 肥胖的人如果很少活动的话 他虽然看上来肥 但那是脂肪 他的肌肉也是不足够的 或者是一个长期饿床的人 或者意外之后不能够 躺在床上 一年之内 他的肌肉量可以下降20-30% 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肌症的情况 如果你是60岁以上 或者你家里有家人是60岁以上 你看到他为什么好像步伐慢了 又没什么力 体重又下降 拿着碗有时又会跌落地 捉住你的手又好像没什么力 那这个情形呢 它是可能有一个衰弱的症状 或者已经是肌肉减小症了 这个症是跟着年龄的增长 而是增加的 是一种肌肉力量减少和肌肉功能下降的症状 是年老衰弱的生理表现 其实50岁以后 未到老年 已经人体肌肉质量每年下降1-2%了 至到70岁的时候 他的肌肉量和他年轻时相比下降了40% 50岁以后每年下降1.5% 60岁以后每年下降3%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有这个小肌症的问题 发病率大约是10-20% 但是香港现在是有30%这些小肌症的患者 好了 为什么小肌症要这么严重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到 那些骨落的肌肉 这些肌肉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了解到 就知道如果少了它 是发生什么的不息了 有三大功能 第一 是运动的器官 我们的骨落的肌 是我们人体最主要的运动器官 同时也是我们人体力量的来源 没了它 我们不可以走 不可以拿东西 不可以做家务 任何东西都做不到 第二 就是蛋白质的储藏库 如果我们身体蛋白质涉入不足的时候 它是可以分解之后 产生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令到机体使用来合成其他物质的成分 那我们就不会营养不良了 第三就是葡萄糖的代謝器官 这个骨落肌呢 是可以起到这个代謝葡萄糖的作用 帮助这个血糖 不正常的人是稳定这个血糖的 所以当这些骨落肌减少的时候 自然刚才提及的三个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如果真的有这个症状 我们会有什么危害呢 现在要和大家分析一下 鸡小症最严重影响老人家的生活质素 它表现为鸡力衰退 武器无力 拿什么都拿不到 它的活动能力就下降了 令到老人家走走 或者是上楼梯 或者拿些重东西 这些日常的动作都不能够完成 甚至导致会有平衡的障碍 你不能够站得稳 那你就容易跌了 所以这个鸡小症 是对老人家一个很大的危机 如果你是有这个问题 还加上有慢性的疾病 好像心脏衰竭 慢性肾病 或者肺病 肿瘤 这些 再加上本身有一个肌肉减少的问题 存在的话 就会令到这个肌肉减少更加严重化 那既然这么严重 我们当然知道如何去预防它 有两个方法我们要在这里注意 第一就是补充营养 第二就是勤做运动 这两个都是一个长蝙蝠 所以在这里只是略略提及 补充营养方面要注意 有足量的优质蛋白补充 第二就是要增加Omega3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第三就是补充足量的维生素D 这个就是饮食上的改善 第二个部分 运动上是可以增加肌肉力量和改善身体功能的 那就是需要做一些抗阻的运动 有阻力的 比如拉一下橡筋的带 或者举一下重 而这个中至高度的阻力运动 是可以增加你肌肉的质和量 改善身体的功能 所以当你做这些运动的时候 再配合这些饮食上的补充 效果更加好 至于它们时时跌 这就是你的平衡方面问题 就要做多些平衡的运动 另一篇幅会详细介绍平衡运动给大家 对肌肉减少症这个问题 大家有基本了解 所以不只是老人家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特别瘦的人 年轻也要有这个关注 希望大家了解之后 就认真去面对 如何去做呢 继续多些视频为你介绍